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做一个开箱的影片 我的频道几时堕落到 需要用开箱的影片来增加点击率 现实都是残酷的 好 废话不多说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开箱 Claire Sonic最新的Mia Smart 智能美颜仪 就先把它上面的相机照下一些 突然间有入沟了 穿对的内衣真的很重要 这里还是平的OK 开玩笑 之所以可以用手把它撕开 是因为这个箱我已经开过了 为什么我要先开呢 因为我必须把那个仪器拿出来充电 否则释放不了给你们看 它里面的内容物除了包装之以 被我撕开以外 里面有这几样东西 这是它内容物的清单 里面有超景颜5D抗皱眼霜 其中一个 还有什么 基因活露 超景颜5D抗皱日霜 抗皱晚霜 Mia Smart特优主 品牌特殊礼带 品牌特殊礼带就是这个 超傻眼 这不就是普通的袋子吗 正品还有袋子先放一边 主角是这个 它很贵 有读标题的话应该知道 这一组总共1万台币 这是我第一次买这么贵的东西 我父母有在看我影片 阿爸阿妈请别骂我 因为这是用Google Essence的钱买回来的 我知道我应该存起来 可是这真的很吸引人耶 Google Essence的钱是当我的观众们 又把这些广告看完 或者是有看有按进去有点进去 之类的这些小动作 我们创作者都会收到一点点钱 真是一点点 大概多少钱 每1000个人有看或者是有点进这影片 1块钱美金 大家试想看看 1000个观看率 我们才能得到1块钱美金 YouTube真的不好混 尤其是当你像我这样 是拍这种比较无聊 对 比较无聊的影片 观看率自然会比那种比较有趣的影片 来得更低 我已经堕落到需要做开箱影片了 你们说呢 磁铁的 OK 开起来 登登 里面长这样 有着最新的Mia Smart 上粉底的刷头 按摩刷 这是今天的主角 从下面拉开的 说明书 OK 待会再看 我从来都不读说明书的 静肤仪 Mia Smart 静白刷头吗 待会我再插它名字 插座 老实说 我很喜欢它刷座这种USB头的设计 比起那种已经有孔 或者是已经有脚的那种插座呢 因为这种只需要插入手机 充电的那一个头 就可以充电了 而那种有孔的呢 就必须找对插座 我是马来西亚人嘛 我要回去马来西亚 除非把它充满电 如果我将那种插头带回马来西亚 根本完全充不了电 因为马来西亚的插座 跟台湾的插座 是不一样的 我必须买转接头 这样相对之下比较方便 很老实跟大家说 我不明白这东西 为什么会一万块台币 以洗脸接的价格来说 真的很贵耶 后来我才发现 这一个组合 其实最贵的是这一个刷头 这一个刷头 它单价就已经2000台币以上 这两个刷头比刷头便宜 大概1500台币 那我现在会上网找 它能做到什么 OK 智能美严谊 我们内建三种智能模式 Daily plans Gentle Smart 至于Smart这功能 只要电话开了蓝牙 两个结合后就可以用了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电话就总下载不到 Your device isn't compatible wit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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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有在FB私讯他们家小编 可是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没得到回复 好 之前才有回复我一些些 指出了我的问题在哪 最后他就问我手机型号是什么 我给了他们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最新的回复 有点伤心但没关系吧 这里有一个按钮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像苹果的 当你按它时会发亮 再按一次 就可以Daily cleanse 再按多另一次 就到Gentle 再按一次它就关机 对 就这样 关机后它还会亮一阵子的灯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设计 不过我觉得看着这灯 有点疗愈 诶 我觉得很美诶 好 没关系 这是废话 那现在就让我们上网看看 它这几个刷头可以达到什么 先说这一个刷头 它的中文名叫进化亮白刷头 它有日常模式 温和模式 还有智慧型模式 三种模式让我们选择 但如果你跟我一样有这种问题 手机无法连上这一个洗脸机 就有一个模式就无法用 如果我没记错它 好像是可以结合 APP里输入的一些想要的速度 之类的 我有可能说错 因为我开不了APP 小编请快回复我 或者是大家请帮我把这一个影片 share给小编 很多人分享或私讯给小编 小编可能就会解决我这一个问题 解决了我这一个问题 我就可以教大家怎么用APP啦 对不对 是不是两全其美 OK 请大家帮我签一个忙 因为 那小编到现在都还没给我回复 我已经等级了 就这样 接下来是抗老的 最贵的刷头 它长这样 怎么开啊 包装设计有点高级 哦 按压旁边才能把盖子拉开 刷头长这样 哦好舒服哦 这是什么材质啊 紧实按摩头 透过专利频率的音波按摩 让肌肤更显平 花 滩 嫩 这一个我需要用一段时间 才能给大家新的 马上用应该看不出效果 最后是这 登登 上妆的 包装长这样 刷毛非常柔软 哦 真的非常软 音波智能粉底刷 适用于各种质地的粉底妆 快 省 均 透 超速完妆 看完它这描述 我觉得 这很适合懒人 那就先让我们试用它的刷头 我们用过他们家的产品 所以他们刷怎么接上去啊 有点小困难 好 这样吗 哦 这是很糟糕的开箱诶 不对了 它的盖子是松的 啊 哦 我竟然被打败了 长这样嘛 不是这么放上去 转一转就行了吗 没锁紧的 它只是靠在那里而已 有谁知道 请在下方留言给我 那这是我其中一个很爱的粉底 这是Etude House的Double Lasting Foundation 可以媲美雅思兰黛 脸上已经上了薄薄一层蜜粉 所以我不想一体装的东西接触到我脸 先声明 我知道我应该把它均匀的抹开 但我就是不要 我想看看它可以达到什么效果 好 就让我们看 超吵 太多了 Epic Fail 那现在就让我们用刷头上紧剩一些些的粉底 刷在手背上 我只想要玩 哇 妆感真的很美 粉底真的不用用那么多 平时当我用海绵来上 上半边脸的亮 就是一个pump 按压一次 它刷晕的时间根本不用一分钟 如果大家要看我用它来上妆 就请在下方留言 上在脸上我一定不会这么乱搞了 哈哈哈 OK 好 现在就让我们换着按摩刷头 最贵的刷头 是我的问题吗 还是 是我的问题 瑞恩就是笨 抬出来 变这样后 再把它装上去 我还是不会装 我还是不会装 救命 哦 怎么装啊 装到了 应该要长这样 所以 刚刚这 应该要装 我觉得 有用过的观众们 现在应该在荧幕前面笑半天了吧 怎么会有那么笨的人 这是 按摩刷 紫色的耶 好梦幻哦 是不是觉得这灯很疗愈 对 我觉得很疗愈 好 现在就让我试在脸上 诶不对 我现在试对吗 都是粉底 不行不行 等我脸干净了再用 接下来就是这 净化亮白刷头 又在烤我吗 不会吧 这影片让他们家小片看到 会不会在那里笑我 应该会吧 哈哈哈 说明书 哦 必须看说明书了 说明书只是写重要防范措施 保养许知充电 没有啊 他们有一些怎么放进去 靠自己了 到底怎么用啊 难道同天那一个也让我拆出来 不会坏吗 不对吧 我放弃了 我真的不会用 我上网查资料时看到有人问 Mia Smart 也就是这最新的智能美颜仪 跟之前的Mia Prima 应波静肤仪 有什么不同点 Mia Smart这一台 直接静肤 按摩 上妆 三种功能 搭配美极管家 远端的操控APP 我用不到 透过手机蓝牙 绑定美颜仪 既可能根据个人肌肤状况 美极需求 制定静肤按摩模式 必聪明的自动同步您的Mia Smart 同学也能追踪刷头使用事数 至于Mia Prima 这一个应波静肤仪 它只有一个按钮 一种模式 每一次一分钟的直觉设计 却能带来高规格的进肤效果 简单而言 这一个可以插好几个刷头 而且每一个刷头的使用速度和时间 已经有内建模式帮你计算时间 但你也可以用手机蓝牙操控 小编请尽快回复我 而另一台这一台能做到的就是 清洁 那今天的影片在此结束 还没订阅我频道朋友 记得别忘记订阅我频道 还要按下订阅按钮旁边 那一个小铃铛 否则你们不会收到 之后影片的通知 我是瑞恩 祝你们有美好的周末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嗨你们咯 嗨 小编啊 请快回复我 我真的很想用APP 其实我算是那种 YouTube所赚的钱 我就会花在YouTube上 用在买产品上 这样也算是回馈给观众 愿意把我影片看完 以便我有钱买产品 把心得分享回给大家 这样大家就比较 不会那么容易踩雷 所以当我影片的观看率高 我自然可以跟大家分享 比较多的产品 因为我有那一个金钱 但如果观看率 才超过一千 我就不能跟大家分享 太多产品 因为我没有多余的钱 去买产品 税用给大家看 所以大家想要支持我的话 唯一的方法 就只能把影片看完 还有看到广告 请别跳过 好 就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